好,我们紧接上期继续说一说 末日三问的续作,末日两问的第八卷 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 首先在第七卷的末尾 此时的时间线正好是大家正在开庆公宴的时候 此时又分成了三路人马干着不同的事情 这三路人马分别是新男主的未婚妻 与男主姐姐交涉的艾瑟雅 以及找到威廉的小子 先是新男主未婚妻这边 未婚妻表面上正在独眼医生这里治疗伤势 但私下他指派了代号币暗杀组织的成员 去护役军中偷来了新男主的尸体 准确来说新男主现在是个植物人 未婚妻为了能保护新男主 及继承新男主的梦想 未婚妻选择成为代号币组织的新老大 准备暗中活动保护世界 第二股人马是三大只的艾瑟雅 他此时把新男主的姐姐囚禁了起来 避免这个幕后祖使再去使坏 同时艾瑟雅从新男主姐姐这边得知 新男主的姐姐他其实跟奈弗莲交换了灵魂碎片 得知了奈弗莲正在独自承担起 支撑整个空岛世界的任务 但是奈弗莲现如今力量就快耗尽了 同时还得知了困住大贤者们的兽 叫最后之兽本体在二号岛上 但二号岛上有结界根本闯不进去 只有坠落一半的空岛 才能让二号岛的结界力量变弱 同时这样也能减轻奈弗莲支撑世界的负担 起初艾瑟雅并没有打算信新男主姐姐的话 但是后来六到九号岛的帝国军高级将领 找到了护义军这边来寻求合作一起保护空岛 以此作为交换共享新男主姐姐给的信息 因为新男主的姐姐发现 五年前科多利把十五号的岛给击坠了 使得本该在十五号岛上诞生的最后之兽 没有影响到空岛上的世界 而最后之兽是一个会吞噬 受死亡后残骸而生的新生命题 并且借助周边人思想的力量 创造一个新的结界世界 把整个世界给吞了 如果不快点处理 整个空岛的世界就会走向灭亡 艾瑟雅和别的军官听了以后 并没有立马做决断 还给询问拦躲路克以后才可以做判断 接着就是第三股人马 就是发现威廉的小子 此时小子故意用不要命的攻击方式 让温柔的威廉闪避不及扶住了他 结果小子抓住了机会死拆烂的 逼着威廉陪他回去去见统伴 而此时本来仓库管理员 是作为带棉花糖回去的任务 来到护义军宿舍的 结果他正好陪着三大只和三小只 一起目睹了回归的威廉 可艾瑟雅此时二话没说 就先拉着回归的威廉 去见了护义军的高层 去询问死人复活了 我们该怎么处理 结果大家却发现 眼前的威廉实际内在只拥有 500年前地上的记忆 和在偷看威廉尸体前的 新男组的记忆 也就是说他是新男组和过去威廉的合体 他既没有照顾过黄金妖精的记忆 也没有新男组撩三小只的感情记忆 但考虑到这个威廉拥有兽的能力 又不会干涉别人 最后护义军只好放任威廉 让他想干嘛就干嘛去吧 但对外护义军不打算告诉大家 威廉复活的事情 而此时威廉对前男组和新男组的评价是 死毫无价值 谁都没有拯救 所以他没有把黄金妖精他们当作家人 只是作为旁观者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而妖精们的反应是 兰朵路克诺福特有点像见到老情人一样 别扭的在撒娇 小绿小子小粉 则觉得回归了一个不太像爸爸本人的爸爸 没啥感觉 但眼下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兰朵路克续完旧 就赶忙去找了小绿仓库管理员 以及艾瑟亚 诉说了 他兰朵路克已经发现了 可以打破二号岛结界的方法 但需要借助妖精仓库的力量 但这事还没有来得及跟军方商量 最后之兽就出现在了39号岛上 原来在听闻39号岛上 十一兽被消灭以后 一帮私乡的人 包括那个狐狸脸记者 偷渡跑回到了39号岛上去了 而他们私乡之情和十一兽的残骸成了契机 让刚诞生的最后之兽 以这两样东西为实 创造了九个结界 并且这些幻境的结界 还在不断的扩大蔓延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帝国军呼吁军 甚至找来了新男族姐姐商讨对策 本来新男族姐姐分析 这是刚诞生的最后之兽 应该现在立马炸掉39号岛 为未来击罪2号岛打个样 但是参会的艾瑟亚打断了这个话题 他把兰朵路克之前跟他说 可以攻破2号岛的提案说了出来 但是新男族的姐姐却反驳说 就算黄金妖精可以打破结界 但最后之兽 它是一个精神体 没法物理攻击 也阻止不了眼下的最后之兽 所以还不如现在让整个39号岛坠落最为有效 可就在这个时候 威廉却神不知鬼不觉的创进了会议室里 威廉在此之前 其实就已经偷偷听到了 兰朵路克跟这些人的对话 威廉结合自己500年前地上人类的知识 得出结论 黄金妖精可以利用神器打败最后之兽 因为最后之兽也是有内核的 只要断掉最后之兽内核和幻境的关联 就能避免灾害被扩大 最后因为考虑到威廉是有兽的能力 并且态度还很强硬 所以帝国和胡义军 甚至新男主的姐姐都不得不赞同威廉的提案 组成一个先头小部队 去39号岛上找寻最后之兽的内核 以此来破坏最后之兽存在的根源 于是威廉在战前使出了老司机回村按摩素 对小粉小绿小子下了手 第一次见为妖精解除魔力中毒的艾瑟亚吓得一顿吐槽 最后其他姐妹们直接把艾瑟亚抬上了床 让威廉给艾瑟亚也来了一套全套宝剑 这之后其他姐妹们暂时离开了房间 而威廉单独跟艾瑟亚聊天说道 其实他威廉根本就没有十足的把握 消灭掉这个最后之兽 但他之前那么说 全都是为了不让眼前的人盲目的牺牲自己 而是去尽可能的获得有用的情报 为火下去多做一些准备 这些话聊得艾瑟亚当场就化作了威廉的小米妹 随后在出发前 威廉去狱中找了新男族的姐姐也聊了一会儿 不过威廉的直言片语中 让新男族的姐姐好像明白了 原来灵魂交换也是可以共享记忆 并唤醒沉睡者的 所以等威廉跟黄金妖精们组成咸头小队 去39号倒的时候 新男族的姐姐跟狱卒们说道 耐福莲会来帮你们的 然后新男族的姐姐就打开了毒药 一饮而尽自杀身亡 而另一边前往39号倒的仙头小部队 很快就遭到了最后之兽的袭击 但因为这个幻象做的太假了 大家都能看出来幻象中那些离世的亲人 都是最后之兽变出来的 所以很快黄金妖精们就跑进幻象里 把包括狐狸脸记者在内的九个私创者 全救了出来 本以为这样最后之兽就被打败了 但是一回头威廉却不见了 原来威廉被幻象困在了500年前的幻境之中 因为没有后来空岛生活的记忆 很快威廉就迷失了自我 但是新男族的灵魂碎片 却因为和最后之兽的相性不错 从而得以实体化 于是新男族的实体 闯进了威廉的幻象中 二话不说 新男族就想对自己的老丈人来一拳 然后新男族就被威廉打趴在地 昏迷不醒了 威廉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讨厌这个新男族 看到他冲过来的时候就被动的给了他一拳 但是幻象中过去的那些伙伴 此时却又都变成了白色的团块 为了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威廉给新男族肚子上又来了一拳 让新男族赶紧醒来 有事说事 新男族一边抱怨 一边告诉威廉 新男族因为本体的死亡 导致他这个灵魂碎片 马上也要消失了 不过他消失之后 威廉关于空岛和兽的记忆 也会逐渐恢复 同时这个灵魂碎片告诉威廉 威廉体内的兽才是最后之兽 最想要的东西 最后之兽如果吞噬了威廉 等于就拥有了 可以创造全新世界的能力 威廉正听着的时候 最后之兽幻化出了一个人形 杀了过来 那个人形正是科多利 而威廉不断回归的记忆 此时正提醒着他 这个叫科多利的孩子 他是有多珍惜 而贾科多利全打脚踢 打算打趴威廉 让威廉与他融为一体 威廉当时就心软了 直接一个面目全非全 就把贾科多利揍趴在地 贾科多利就这样被打倒在地后 说了一声 谢谢啊 就溶解在了风中 与此同时 新男主的灵魂碎片 已经消失不见了 威廉取回了部分自己的过去记忆 最终 威廉逃了出来 打败了最终之兽 与黄金妖精们又团聚了 但眼下的事情解决之后 大家又开始重新商定 是否要坠落空岛 同时艾瑟亚也告诉了大家 新男主的姐姐自杀了 而威廉根据记忆 与新男主姐姐的行为 很快就分析出了结果 明白了新男主姐姐 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 于是威廉跟胡义军 见了空挺 去往了五号岛 正好见到了 刚被新男主的姐姐 用灵魂唤醒的 奈弗莲 威廉来这里 就是为了帮助奈弗莲 一起支撑空岛 让他多存在几年 好让南朵路克 找到更好的 打破二号岛结界的方法 消灭最后之兽 于是五年过去了 四小只剩下的三位 都已经二十岁了 三大只最大的艾瑟亚 都已经二十四岁 从军方退役 回到了妖精仓库 照顾起了女儿和妹妹们 而就在这时 消失了五年的 威廉带着奈弗莲 突然到访 并表示要借妖精仓库的力量 拯救世界 好了以上就是 末日三问的第八卷的 大致故事内容 各位有啥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 留言与我们分享 本期视频点赞过一万 我们就一天之内 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